大家好,我是亮剑 这一刻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平板电脑 iPad的一个拍摄 那么我们平时看到网上的一些官网图片 或者是说我们云销商这些卖的一些图片 那上面它的屏幕是亮着的 它的屏幕非常清晰 而且它整体我们的一个平板电脑 它整体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两个要点 今天我们要知道的 一个就是整体清晰 第二个我们又把屏幕拍出来 但是由于景深的问题 如果是我们对焦对前面 那么后面是虚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对后面前面是虚的 如果是对中间的话 它前后是虚的 这是景深的问题 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 除非你退得很远 或者是用广角来拍 但是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变形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对一张前面的 在一张后面的 然后合成在一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屏幕 那么如果是说 我们把屏幕打开 点亮屏幕 但是的话有个问题 如果是用长时间曝光的话 它虽然说屏幕是亮了 但是它整体清晰度会下降很多 但是我们在官网上面看到的图片 都是非常清晰的 基本上他们拍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屏幕是不点亮的 然后后期我们就合成进去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规则的图形 所以说合成起来的话 是非常的一个方便的 好 接下来就教大家如何去拍摄 我们主要是土豪金 这个金的边 还有我们的一个光的一个过度 还有好机处理我们的一个金属这一块 那么接下来就教大家如何去拍摄 我们拍这种产品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戴上手套 因为的话呢 我们这是新的一个产品 如果是说你直接用手抓上去的话呢 那么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指纹 会留下一个证据 到好机处理起来就非常的难了 那我们一定要戴上棉的手套 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小道具 我们这也是亚克力 然后呢上面我们沾了一个蓝丁胶 因为的话呢我们这个蓝丁胶有几个作用 一个是增大它的一个摩擦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亚克力上面的一个角啊 刻到我们的一个产品上面 快滑了啊 所以我们直接用啊 所以亚克力上面再扎上啊 我们的一个蓝丁胶来去垫起来垫高啊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 首先把产品放好啊 我想让整个产品倾斜起来啊 OK我们这边是底部啊 底部然后呢我们大概有一个角度 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拍过来 OK我们蓝丁胶 亚克力垫在下面去 我们可以转一下 好大概我们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啊 直接拍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下面有一个那个淡淡的阴影 出来是非常好看的啊 今天我们拍摄平板电脑 我用了三个神牛的SK400瓦的一个闪光灯啊 我们一个八角螺光箱 作为一个顶灯啊 搭了一块那个螺光纸啊 上面是一个PVC的一个白色 背景板 然后呢两边各一个灯来补我们两边边缘的光线啊 我们只要是让它的一个光线非常的游和的过渡啊 所以说我们就加了一层螺光纸啊 我们先不用考虑屏幕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 整个上面的一个光线啊 打出来 然后好奇我们再合成一个屏幕啊 所以说我们上面的灯啊 作为一个主灯 主灯的话呢 开到2.0 上面一个开到2.0啊 我们左右两个灯 那么就要比我们的一个主灯小一点 大概是1.0这样子 因为我们只是需要 把它的一个边缘的光线 给拍亮一点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我们两边加了一个光线 然后呢用的是D800 加上我们的一个105的微距 那个我们的相机的参数啊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相机 因为的话呢 每一个环境不一样啊 每一个曝光不一样 距离也不一样 所以说参数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参数怎么调 怎么用啊 不能硬扳着我这个参数啊 因为你的一个曝光 场景不一样 然后呢条件不一样 肯定的你的一个 参数不一样的 但是的话呢 ISO 摄温 还有快门 这些基本上是不便的 只有调你的光圈啊 光圈 大小啊 光圈大一点就亮一点 小一点就暗一点啊 我们一般是ISO100 就差不多了 特殊情况除外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 快门125分之一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 摄温 摄温一般 我们闪光灯都是5600 上下1200这样子 5500左右啊 那么你的摄温一般摄到 一个是日光模式 或晴天模式 还有一个是可以摄到 5500 5600 一个摄温值啊 这样的话呢 都影响不大的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试拍一张啊 我们试拍的时候 我们先把两个 辅助灯光 先给关掉了啊 指导我们的一个主灯 看一下我们 整体的一个光线啊 怎么样啊 可以 可以 我们 相机 我们直接连接电脑啊 电脑连接元件 我用的是Line Loan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就是说 找不到的话 都可以问我要啊 这个网上都有免费下载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 比较方便 直接连接我们的一个电脑 我们来调整一下相机啊 好这个角度有点高了 我们可以低一点点啊 大概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往后拉一点 我们大概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现在设置的是光圈啊 我们先设到16啊 我们先试一张 OK我们先看一下电脑 OK我们看到整体比较暗了 它的一个屏幕光线是非常柔和了 但是它的一个整体比较暗的 所以我们要把相机的光圈啊 我们再加大一档 我们调到14啊 光圈14看一下啊 重新对焦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屏幕 OK我们光线 OK我们光线差不多了啊 因为我们这一块啊 还有我们左右两边这边 然后我们还需要补光 所以说这两块暗一点没关系 然后我们补光就亮起来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整体差不多了 这是我们之前的 这个16的光圈 这个是14的光圈啊 我们右上角可以看到参数啊 ISO100 105的微距 然后呢 光圈14 快门125分之一啊 非常清晰 然后呢我们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们左右两个灯的一个补光啊 我们把左右这两个灯打开 我们都调到 1.0 比较小啊 好我们到1.0 我们重新试一张啊 好我们重新对焦 OK我们看一下电脑屏幕 虽然说是亮起来了 但是的话呢 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这一块啊 过度不是很自然的 等会我们要调整一下灯光啊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 前后对比一下啊 我们前后来对比一下 好我们左边这张是之前没开辅助灯光的 我们右边这个是开了辅助灯光的 让我们看一下细节部分 我们这个光线还是开始还是比较漂亮的 但是到了这一块的话呢 过度就不自然了啊 这个我们前期可以处理 后期也可以调啊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啊 我们看到啊 顶部这一块是比较虚的 不清晰啊 然后呢我们这一块也还好 但是我们只有这中间这一块啊 就是我们按钮这一块 按键这一块就比较清晰的 我们前后都是虚的 那么像拍这种照片的时候啊 由于紧身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啊 有些没办法避免的 所以说我们要拍两张 首先第一张我们对焦这个位置 最前面这个位置啊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呢再拍一张 我们对焦后面这个位置的 然后呢 两张合成在一起 那么整个图片就会清晰了 好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啊 教大家如何去拍这两张图片啊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灯啊 它的一个光线过度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往前挪一点点啊 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的一个对焦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一张前面 再对一张后面啊 然后呢这样合成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相机需不能动的 所以要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手动挡 也就是我们镜头上面啊 有一个M 或者是说我们机身上面有一个M 这样的话呢 我们调到手动对焦 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相机在不变的情况下啊 不移动构度的情况下啊 然后呢 我们就拍两个一个焦点 然后呢 最后的话呢 合成在一起啊 OK我们来 先对焦 我们先告好图之后 我们再对焦啊 好图片我们刚才已经告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啊 用手动去对焦啊 我们首先对前面 好我们先拍一张 好我们再对一下后面 OK我们到电脑看一下 这两张有没有拍的成功啊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拍的这两张啊 我们还是左右对比一下啊 第一张啊 就是我们最前面的啊 这一块的 前面这一块的啊 我们看一下第一张这边是实的 我们右边这个是虚的 然后呢 我们第二张啊 我们对的是后面 所以说我们后面是清晰的 那么我们第一张啊 就是后面是虚的 那我们把这两张图片合在一起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 前面是实的 后面也是实的一张 比较清晰的一个图片啊 我们打开刚才所拍的两张图片 以后呢 我们把这张图片啊 图置过来 OK我们得到这两张啊 清晰不一样的图片啊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大小也不不存合啊 我们可以把 不透明度 调小我们就看得到了啊 OK我们现在就是处理一下两张图片 重合啊 我们看到它t啊 好 我们调整一下 然后它的边缘重合 就可以了啊 好 这边 能用细心一点啊 好 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图层啊 不透明度设回去 然后呢 我们添加一个蒙板 我们用的是啊 电面工具啊 反向一下 我们就把 我们需要的 OK 我们需要的 好 这块是我们需要的啊 还有这一块啊 我们也要 用 这个画笔 把它插出来啊 好 我们的一个 硬度可以适当的 再 OK 这一块是我们需要清晰的啊 好 整理上啊 我们都看起来比较清晰了 OK 我们概运一下图片啊 Shift键 Ctrl键 Alt键 然后加1键 我们再概运一下图片啊 OK 因为我们屏幕这一块 待会我们需要换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的 去修一下我们的一个背景啊 我们放大 我们不需要换背景啊 我们今天就是说 简单的去处理一下 主要是我们把那个屏幕这一块 我们给换掉 然后呢 我们绿化 绿化一下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一个 调一下 它的一个 对比度啊 这一块也是 好 我们简单的处理一下啊 那我们再 绿化一下 拉一下对比度啊 OK 一点点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我们绿化一下 比较多了 OK 可以我们打开一张 这是我们在网上下载的一个屏幕啊 所以我们可以先拖进来啊 比较高清的 好 我们缩小一下 好 我们缩小一下 给过来啊 我们可以把 几个角 拉到我们想要的地方啊 先拉个大概 好 对啊 OK 可以这边 缩小一下啊 OK 我们再放大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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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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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样的 基本上 这样子我们就出来了 换了屏幕之后 好看很多 如果是说大家想要 屏幕旁边有一条 边黑色的边 那么也可以描一下边 我们看到一些屏幕 一个效果图 都有一些黑色的边边 我们 三四大一点都可以 我们看到 放大看到这一块 还是有点 就修的 转重 就修了涂层 我们要修一下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减修 如果是说你要出高的话呢 你就可以精修一下 大概 效果 是这样子 如果是大家觉得我们的那个阴影这一块 阴影这一块 如果是说它太重了 那么OK 现在我们概念一下图层 我们重新复制一份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层一个曝光量啊 要高一点啊 要高一点啊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图层再抠出来啊 单独的把我们的一个啊 主体给抠出来啊 或者是插出来也可以 就把这个图层再抠出来 OK ok 投出来如果是大家觉得暗了也可以单独调一下我们这个图层啊 稍微调亮一点点 没有问题啊 那么整体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再调我们如果是觉得 我们那样的阴影稍微过度自演一点 可以整个我们就处理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啊呃在某一块上面有问题可以单独的去调啊 我们可以增加一点 好好度啊 那颜色更鲜艳更饱和啊 ok 我们增加一点他的一个黄金色 ok 我们的 然后我们整体就合并一下啊 顺便可就是在一键 然后呢我们保存一下 ok 我们整个人就修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合成啊 呃这个是我们预先那个下载的版面 其实合成很简单 我们把需要合成的图片啊 我们往里面放就是了 然后呢拿一下大小大概 然后这里啊呃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模式 用模式啊呃这里用的是变暗 然后呢我再复制一个图层啊 这里显示正常 然后呢我们可以啊 可以用最快的一个办法 然后呢删掉 上面那一层 因为的话呢我们后面有了一层 这一层我们作为一个底 ok 我们把这一层我们作为一个底色啊 那么这一层我们就作为一个 呃前颈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啊 这是底色 这一层前颈色啊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合到一个图层里面去啊 因为这个方法不一样啊 跟大家可能用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同样我可能达到一个效果 只要是我 左右一同样的能达到一个效果 就看哪个方法快啊 啊 那样的背景大家都可以换 啊今天我们的教程啊 啊就到这里 可以 能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能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